筋骨繁星的話,它是我不動氣,也不動聲音的聲音 就是完全靠身體發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來自於哪裡呢? 實際上它是來自於身體的筋骨這樣的組織,這樣的低階組織 這張圖表明了我們人體,它還有大肌肉群跟小肌肉群 那這個肌肉裡面,在旁邊附的是什麼?這個叫肌膜 然後再有的是筋,它裡面都統稱 然後你看,這種物質它是有彈性的,像玩的百公里的,它是有彈性的 那如果你去拉伸它,去撐拔它,它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好的傳導盡力的 所以說我們發力很多時候,發力要靠的是這種物質去作為帶動 那麼這種聲音呢,是來自於這種關節腦裡面發出的聲音 所以說,你看,我們發這個靜的聲音,這個裡面,就是說 它不是完全用肌肉去帶動的 它完全用肌肉的話,它的這個,一個是它消耗會比較大 第二點是什麼呢?這個肌肉的這種退化能力 退化能力,就保持氣氛軟一點,它退化比較快 你要長時間的去鍛鍊,你才能維持 但這種筋就不一樣了 這種筋的話,它是,你只要是達到一個適當的鍛鍊效果 它可以,都可以保持在很長的時間裡,都可以達到不衰退的效果 因為筋的退化程度要比肌肉要長得多 而且,這種筋的話,如果你讓我給你講,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話 我可以給你這樣講 就是吃那個豬肉啊,吃那個牛肉啊 如果說沒有這種,你吃到的時候肯定有一塊筋吧 那個筋的話,你吃了才會韌性 如果沒有,它那個東西是,是網狀的,它是可以開,可以合 如果沒有這樣的物質存在的話,那你吃的就沒有韌性了 實際上就是這樣 它這個筋膜是分散在我們的全身都有 我們發現很多時候都是要靠這種,靠這種物質來做一個核心的發力效果 要不要發聲音啊 林肯德說,他一定要發聲音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發準靜的時候,它都要以氣催力 如果說你出氣的時候,你沒有什麼感覺的時候 你當然是自然呼吸一處 但後面的話,實際上這種呼吸,它也會變成自然的效果 比如說,以前的這種全部講什麼 拿住丹田,練內功,哼哈大氣,尿無窮 這個哼哈大氣講的就是,哼,呼吸口氣,然後吐出來,呼一口氣 那吸,哼,它這個呼吸的時候啊,它這個重心它會下壓 然後呢,靜膜會上升,然後它能增強你發力的這種效果 可以說,鬆程鏡裡面,你如果配上這種鏡的話,它的效果要更大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如果說你發鏡,這個,這個,從現在來講的是這個意思啊 比如說,你發鏡的時候,它能提高你發力的這種興奮和集中 而且呢,它能提高發力的這種爆發力和氣勢的這種效果 所以發鏡,吸,呼,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出氣的話,你還是以自然呼吸為主 鬆程鏡,什麼叫鬆程鏡呢? 它就是說,你要身體要鬆下來之後,層產生的這種鏡 這種鏡主要是借地面的這種力,擺作用力,然後傳導到身體上 那麼呢,為了更好的去感受這種效果的話 那,我還是不用氣,不動氣 直接用最原本的這種聲音,讓大家來分辨一下 好,那麼現在我先不介意啊,我不沉 讓你看,我只是局部發力,那是什麼情況? 這種的話,它就是局部產生了一種發力 那如果是下層之後呢,比如說成人太極旋的野種呼吸 開,合,打 比如說,我現在要打了 這是沒有的 好,有的,那就可以看一下 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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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